女孩的背部长出了黑色的羽毛 脚也慢慢变成了鸟类的脚 仿佛一走路就要折断 如同一只正在蜕变的天鹿 即使自己已神志不清 眼睛变得通红 但为了不被竞争对手取代 女孩仍然坚持上场表演 在演出中 女孩还是被自己的幻觉控制 舞蹈动作有重大的失误 她在男伴的托举中重重跌落下来 上半场结束后 女孩灰心丧气地来到化妆间 发现竞争对手莉莉 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当她转过头来时 却变成了女孩的脸 女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 二人互掐起来 女孩被掐到眼睛变红 脖子伸长 她从地上拿起一块玻璃碎片 静止刺向莉莉 给她致命一击 女孩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莉莉 慌忙拖进了卫生间后 再次登上了舞台 女孩已经出落成真正的黑天鹅了 她身上被释放的野性 终于长出了丰满且黑暗的羽翼 一舞落幕 整个剧场充斥着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的光鲜背后 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与痛苦 女孩还惦记着莉莉 她拿来厚厚的毛巾堵住卫生间 让鲜血不要再溢出来 门外响起敲门声 女孩打开门 女孩的魂都丢了一半 等她再去开卫生间时 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更没有一丝血迹 但自己的身体却被捅出了血洞 那个玻璃碎片 刺向的难道是她自己 女孩没有时间处理伤口 便开始准备下半场的演出 这样紧张且分裂的精神状态 自从女孩被选为主演后 就如影随形 要知道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芭蕾舞团推出的 就戏心边天鹅湖 需要一个主演 同时能分视两角 白天鹅与黑天鹅是两个极端 需要表现出 截然相反的性格 女孩当然非常渴望 得到当主演的机会 但是她骨子里是个乖巧且努力的人 她的完美与体面并不是男老师最需要的 男老师想要看到的是纯粹的野心 不过男老师会眼识珠 当女孩在办公室里拒绝她时 男老师感到异常兴奋起来 他终于看到了女孩反差的一面 男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苛面孔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敢于反抗 这说明女孩成长了 她有释放天性的潜力 这正是女孩争夺芭蕾舞唯一主演的关键 当女孩从男老师的办公室中 失魂落魄地逃出去 她遇见了芭蕾舞主演准候选人卡姐 女孩祝贺卡姐将要获得主演席位 但内心充满了失落 她刚刚拒绝了男老师亲近自己 一定不可能再争取主演了 卡姐骄傲地昂着头离开 和众人去围观席位的公布 不过一会儿 卡姐却满脸愤怒地朝女孩走来 女孩感到莫名其妙 跑去看席位的公布 没想到主演的位置上 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她简直不敢相信 这份惊喜如炸弹一般 把她的脑袋震得嗡嗡响 她激动地来到卫生间打电话给妈妈 告诉她这一件好消息 谁知女孩刚走出卫生间 就看到镜子上有人用口红写着婊子二字 女孩慌忙擦拭镜子 但口红根本擦不干净 没想到极度来得这么快 芭蕾舞团的确是个相当内卷的地方 女孩目睹已经过气地前辈离开 前辈尖叫着 砸烂了化妆间中所有能砸的东西 前辈是女孩的最想成为的人 却在崩溃后遇到了车祸 躺在病床上腿不残疾 看到光鲜亮丽的前辈 也会落得这样凄凉的下场 女孩不禁感到惊讶与害怕 但她还是偷摸着来到镜子前 将前辈的一支口红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血淋淋的口红就像是潘多拉的宝盒 将要张开血盆大口 释放出无尽的野心和欲望 女孩日复一日地练习 她身上与生俱来的柔美 纯洁与脆弱 非常符合白天鹅的设定 男老师却一眼看出了她的短板 女孩可以栩栩如生地表现出白天鹅 她蕴含着能为爱牺牲自我的能量 却无法突破出黑天鹅的野心与强大 就在这时 舞蹈室的门被不速之客闯入 开门的正是她竞争对手丽丽 女孩一直把丽丽视为眼中钉 女孩知道跳砸了 请求再来一次 但男老师不会给女孩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天晚上 失落的女孩在夜色中行走 对面走来一个黑衣女 女孩定睛一看 没想到黑衣女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女孩的幻觉也越来越严重 时常看到自己身上有伤口 脚趾 后背 手指 都会鲜血直流 妈妈健壮 粗暴地修剪起女孩的指甲 她总是很担心女孩的状态 关注她的一言一行 女孩虽然不舒服 但还是任由妈妈摆布 妈妈还会在房间中一边哭泣 一边描绘女孩的画像 女孩感到害怕 她总觉得画像里的人在盯着自己 很显然 妈妈对她控制欲极强 同样是芭蕾舞演员的妈妈 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寄托在了她身上 女孩感到身上背着两倍重的压力 当男老师在宴会上公开介绍女孩 她就是新一代的天鹅女王时 女孩所崇拜的前辈不满地离开了 宴会结束后 前辈顶着哭花了的烟熏装 直接吐槽女孩是靠前规则当上主演的 女孩不知所措 男老师来解围后将她带到家中 肆意地开启了两性话题 尺度之大让女孩不知如何回答 这是个无法迈过去的难关 却也是推动女孩蜕变的关键 男老师便给女孩布置了一项作业 多多抚摸自己的身体 正当女孩在床上完成作业时 却恍惚间看见妈妈就坐在旁边 女孩吓得赶紧停止了运动 眼看女孩在表演中仍然没有进步 男老师决定亲自上阵 对她进行亲密的抚摸 企图激发她的状态 正当女孩越发投入时 男老师却及时抽身离开 教导她应该反将一军 而不是乖乖等着被载 女孩的情绪陷入低谷 竞争对手莉莉却来了 看到她这副模样 打去说她喜欢上了男老师 女孩不开心地走开了 在浴缸中的她依然惦记着这份作业 决定抚摸自己 随着几滴血的坠落 女孩睁开眼 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自己 在对自己猙獰地笑着 第二天在练习时 男老师让女孩做了很多变动作 每次女孩都没做到位 但男老师也不点出她的不足之处 只是让她一遍一遍地重复 男老师对她极为不满 原来是莉莉把昨晚的对话 告诉了她 女孩向莉莉发脾气 认为她不应该多管闲事 莉莉道歉后反倒约她出来玩 女孩憋闷在心 在家中和妈妈吵架后 没有地方发泄情绪 便来到了莉莉所约定好的地方 在昏暗的灯光下 莉莉拿出了白色药丸 邀请女孩吃 一项乖巧的女孩育营环具 终于一反常态 吞下药丸 喝起酒来 让自己尽情迷失在灯红酒绿里 女孩在莉莉的盛情之下 度过了相当刺激的一晚 这一晚的宿醉让她醉生梦死 第二天早上还有一场彩排 不出所料 女孩迟到了 当她慌忙地赶到排练场 却看见莉莉已经演起了黑天鹅 男老师在一旁对她赞不绝口 虽然莉莉解释自己只是示范一下 但是女孩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还责备莉莉早上没有叫醒她 莉莉感到莫名其妙 说自己并没有去女孩家中过夜 昨晚她俩是个回个家个找个妈 女孩又一次发现了蹊跷 却没有时间再黯然神伤 随着正式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 男老师宣布莉莉为主演的T 女孩非常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取代 时常发现自己还在跳舞 但镜子里的自己却一动不动 走火入魔的女孩愈发抓狂 她还看见莉莉和男老师在火热 此时的她深刻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安 暴躁难耐 她在演出的后台用玻璃碎片 刺向了企图取代她的莉莉 但一五落幕 莉莉却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她面前 自己的身体反而出现了血动 她来不及处理伤口就再次粉末登场 表演来到了高潮 女孩也将要了结自我得到解脱 看着台下为她拼命鼓掌的妈妈 女孩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纵身一跃 大家都为上来庆祝她的优秀发挥 此时她身上的血动已经血迹泛滥 在那一刻 她却仍然在惦记一件事 女孩告诉男老师 她终于完美地表现出来了 那正是她一直以来滋滋追求的 但是这一切的代价 都是女孩在痛苦地挣扎后 才换来的荣耀 不封魔不成活 这才是艺术家在创作中 最为痛苦且有价值的部分 以至于混淆了幻觉与现实世界的界限 在人格分裂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时 女孩仍然在勤奋练习 她入戏过身 也许正如同男老师所说的那样 天鹅湖的主演只能由一个人来演 莉莉也只是女孩幻觉的衍生物 自始至终 都只有女孩一个人 她就像她所崇拜的前辈一样 对于竞争对手过于敏感 因此才幻想出另一个自己 和自己截然相反 却又能与自己合二为一 女孩所追求的完美 在被男老师点破后 从歇斯底里的掌控 到学会放手 更是她骨子里不服输的倔强 直至死亡的顶点 完成自己血淋淋的泄物 感谢观看